一下就开始讲政课 所以有些 以及其他地方都没特别 跟各位介绍 比如说 我们 我到底是谁 然后 上个参考虚目 或者课程简介等等的 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课程其实 主要也是因应 大家的需求 其实很多时候 当然只要讲到爬虫 都会想到拍摄 很少有用到CLVBA的部分 大家会有很多人说 那不行吗 其实后来发现是可以的 只是说为什么很少人用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 太多没有人这样做 那是不能做 没有可以做 那因为刚好我自己 除了有教Python之外 我也教VBA 那我后来发现两个 其实都可以 没什么差别 那不如就这样拿来用 而且很多学员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不直接就这样用 对 后来引发了我一个 开这样课程的一个构想 于是有这个课程 那你会发现 我这个课程的课纲 其实跟Python 几乎很多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之前我本来是教Python 然后我只是把Python的概念 然后换成用VBA 来实作一次看看 后来发现可以 我其实刚开始也蛮担心 你会不会哪些地方做不出来 没有 好像还OK 而且好像更好 尤其是画图的地方 我反而发现那个Python的图 真的有点丑 而且很麻烦 还有乱码的问题 反而没有像Excel里面的图 真的很漂亮 然后你要怎么布局 也很简单 另外有图形画界面 可以简单 然后里面要怎么做 我觉得弹性很大 如果跟Python比起来的话 当然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致命点 就是他要花钱 因为他是一个付费软体 可是很奇妙的 全世界付费软体 反而台湾很爱用 95% 市占率 就是office 类 95% 免费的不到5% 很奇怪 免费的很多 Open office Leap office 慢慢好像没有人在用 你送人都不要 OK 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OK 所以大家课纲是这样 我想大家自己了解一下 关于我 因为我其实长时间 一直都有在分享一些 部落格文章 或者是影片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很多单位找我 拍一些课程 所以我也教过蛮多城市语言的 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其实很多应该 大家可以理解的 包含AI Big Data 就ABCD 你会发现这个都 那里面有个重点 其实跟那个什么 跟城市都非常有关系 这些东西 背后都是要写城市的 OK 而且像是 你说AI 那你AI怎么这么聪明 其实背后 它资料怎么来的 不是去爬人家的 所以之前爬很多推特的东西 推特的人觉得 他也是说 你怎么可以一直拖我的东西 对 他限制就 对不对 所以他为什么 AI越来越聪明 因为他大量在爬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 爬从经济太厉害了 像你看Agoda怎么新奇的 他还是先去爬 全世界的饭店资料 越爬越厉害 爬到最后 饭店都要靠他 也不加入他 就没生意了 对 本来是 他有点像窃取别人的 反而最后变成 都是他的了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假设很聪明的话 你把一个你熟悉的领域的资料 全部爬过来之后 你就是专家了 别人就要靠你了 OK 我不知道每个行业不一样 你可以想想看 太多的 爬从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日四小时在转 程式写出来 你要睡觉 但是爬龙不要睡 对 一直爬一直爬 然后一直分析 那只是说你要有这个想法之后 你要把它付出实作 OK 那当然呢 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那更不要说其他像什么 像电动车 像这个Fintech 像现在数位金融 太方便了 有没有 你会发现 真的你要出国 像Apple Pay就很方便 有没有 Sweet Car直接用内建的 搭车直接就用了 而且不用扣 像我有办那个双币卡 直接扣 连那个手续费不需要 然后我都最低的时候买 比如0.21的时候买 我过去消费 我觉得完全不用手续费 感觉整个就 不然的话 如果你假设不知道 你被扒好几层皮 有没有 你可能银行要一个 然后你刷卡的话 可能对方银行要一个 然后你中间要一个 总共只好拨三层皮 那你如果懂得这些 数位金融的话 我觉得还蛮方便 像我这一次 我就多 我看到一个有风的 某一家银行 他有个多币卡 我想说他 直接提领 不用手续费 要被骗人的 后来我给他试试看 真的可以 而且完全不用手续费 我买的时候是买最低几期的 几期以下的 用网路APP 好像有一个比较低的 然后我到那边顶 直接就把钱顶出来 没有任何手续费 想说这银行要赚什么 不过就顶出来了 但是他一个月只有三次 我想说他会撑 撑几个月之后就说这个 这个就 他只是说先 对不对 而且 任何匹别到别的地方 都不要手续费 那这省太多了吧 你美元 你到那边领一下 不用手续费 不然如果你到国内去领的时候 就是会被银行说很多的那个 中间的那个费差 其他的话就是这是我的相关的简历 那我自己关键字上面其实很容易找到我吧 比如说相关的影片其实很多 那我YouTube上面的话订阅人数 目前应该有超过四万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频道有超过一万 所以加起来应该有五万 然后我之前有曾经有创业的经验 然后 担任过一些命题委员 然后目前的话还有在台诗大东吴原志 然后 等等的相关的 像还有企业内训 然后也 参与一些 这个短讲 还有演讲等等的 然后拿一些奖项 这个只是锦上添花 那我的证照大概超过三十张 各类的电脑 反正我只要你需要考 我就去参与一下 像Python、POWDIO 也自己去考过了 然后这是我的频道 参考书目这个是简单的 像函数 如果你不熟你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 我的 上课录影大概超过十几年 我从最早十几年才开始上课录影 主要是因为 怕学程式很多同学是没办法一次听懂 需要反复的听讲 所以我把它录下来 尽量把它录下来慢慢听没关系 所以如果你担心上课听不懂没关系 因为有些同学 可能下班刚完 精神完全不济 整个就一直在点头 怎么办呢 你精神不济也不是你故意的嘛 是真的你上班太累了 那你没关系 反正你就听嘛 那你回去再慢慢花时间就好了 我觉得学习专业本来就是 需要有时间空出来 OK 然后也不要学得很有压力吧 反正的话 学得 然后可能你 现在 现在人最缺的缺缺时间嘛 对 然后那么多时间 所以你 但是也不能说因为没时间就不学习 所以像我的习惯 就是一定要琐碎时间一定要花时间学习 像我疫情这段时间四年没去日本 那我四年前我一句日文都听不懂 一句话都听不懂 但是这四年我没有浪费 我每天都听日文 一直反复在看一些日文的一些节目 然后这一次反而发现差太多了 感觉好像 我大概觉得说 你都听得懂 而且我还回答 我觉得蛮好的 但你说老师你干嘛 你又不需要 我就觉得我会听 我会讲 就是不一样啊 素养就不同了 对 就跟我们学这程序一样 你的label就不同嘛 你会程式会AI 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嘛 我不知道耶 但你不能说小看别人 但是这种素养 已经是未来一定是这个趋势了 你不可能说回不去了吧 所以 大概是这样 那这可以看 我把它录下来 各位可以自己再稍微了解 那因为 还有一点 因为程式需要完美 一个字都不能错 所以我们又把正确的程式码放在云端上 主要是说 如果你发生错误很简单 请你贴到你的程式码比对看看 你就知道错哪里了 找出错误 下一次不要再犯 这样你就学会了 没有别的技巧 你不要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怎么样 可不可以这样 不行 就这样就对了 没有那么多如果 就这样 所以你就记得标准答案 不要做错 当然啦 如果你说以后你熟人生想要变化 没关系 那你的事 你可以再变化 那你完全不熟的同学 请你 就是遵循那个标准 然后我会把一些上课录影 上传YouTube建立清单 然后也会把完整的讲义跟程式码放在云端 然后其他参考书目 这个可能就看自己了 因为坊间的VBA书籍其实都还蛮多的 但是我听过很多人 其实自己看书学真的很多都是悲剧收场 因为看完说 老师这个书我看半天 为什么我每个字都看懂 但是我要写就写不出来 到底这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困难 跟各位讲我自己的心得是真的 这些书是写给已经会的人 看的 如果你都会的 你看 OK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会 你在看这个 你会觉得 完全是格好多层 所以我的角色很简单 我就做给你看 OK 反正你就是follow我的动作 你回头再看这些 你可能会比较看懂 大概是这样啦 这些书我发现都差不多 OK 其他的话 那有些步骤啦 所以我VBA延伸的话可以有 很多发一顺的东西啦 那目标的话当然就是可以 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然后工作更惬意 那未来当然你可以 升迁啊或者是转持 其实我觉得机会都还蛮多 其实当然也可以做一些作品 这同学教了蛮多作业的 我在也许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开放资料里面有一些资料 可以拿来玩玩看 真的蛮多 因为开放资料有大概五六万种 这类的资料 你都可以拿来试试看 包含像最近物价的部分 那同学就把它抓 看一下到底涨多少 然后油价或者是说地震 还有像什么捷运最近的运量 会不会受那个疫情影响 还有COVID-19有没有影响 台积电的那个成交 或者是GDP 台湾的GDP到底成长多少 OK 诸如此类的 然后六都迁出迁入 到底哪个迁多 哪个等等这些 还有甚至有同学比较有信 因为他可能每天都起乌拜 所以他列出说 到底台北市哪一个是最热门的 后来发现第一名是哪一个站 吃山站 吃山站为什么 还是那边是因为通勤的 还是那边价钱比较便宜 租房子的 我不知道 还是学生比较多吗 不然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反正公管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台大那边 还有像圆山 圆山为什么 我会搞不清楚 谁会去骑这个 所以如果西部的话 当然他的资料 你还可以研究 这个其实可以做很多的研究 OK 蛮有趣的 你说老师要做这个干嘛 反正我至少了解吧 我被人一一一一 对不对 别人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还有人口密度等等的 这个都是学生做的作品 然后其他的话 关于Python vs VBA 这个其实 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反正你自己参考一下 因为你说真的有什么好比较的 反正工具嘛 就好像说你 怎么讲 高铁跟新智强号 当然哪个好 反正做的舒服都好 虽然有的快有的慢 当然如果说你不赶时间 你想要省一点钱 你搭个智强号也OK吧 我觉得虽然台铁真的不是很OK 如果你跟日本铁道比起来的话 那简直很有进步的空间 但是至少也是不错啦 OK 至少它比巴士稳定度还好 今天的话 大概我们就是已经开始抓资料了 至于西部的部分 我们后续会再针对刚刚提到的 那个住宅窃盗的 那我们刚刚已经把年跟趋做完了 所以路接到的部分 你们试试看 路接到这个案例 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了 我刚刚有分析 就是前面可能的三种可能性 趋跟零 还有零 尾巴是路接到 所以如果我今天需要一个路接到 那这个时候呢 我应该 这个有个区的 所以我们一样这边加一个区 然后这边加一个路接到 好 那一样呢 这个做完之后 我希望也一样可以把它变VBA 那怎么做 路接到 那这个答案 第一个就是前面的条件三种 可是条件的话 当然你可能想到说 用逻辑来判断 逻辑 逻辑 逻辑用if if什么 前面那个字 if 所以有什么方法 可以想到 除了if之外 还有就是说 这个前面这个字 这个前面这个字 可以用什么 找这个字的话 我们可以用find 所以在 这个 函数里面有一个叫做find 所以find 先find区好了 如果有区的话呢 那我就用区这个当成他的位置 开头的位置 然后呢 如果没有区 就是在帮我找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是零 如果没有零 再帮我找零 光这个叙述就很长 那怎么样把对应的公式先写出来 请各位先想想看 OK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